港府推出三塊地皮拍賣 將軍澳66A區 地皮比較大一些 而另外兩塊地 元朗丹桂村和西貢白石窩 兩塊地皮都比較小一些 我們發現大的地皮 發展商表現仍然相當審慎 在拍賣場內出價慢慢來 而鏡頭的發展商的數目明顯不是很多 但是在丹桂村和白石窩兩塊地的時間 市場拍賣的氣氛完全不同 我們察覺到大小地皮的氣氛回憶 這可能反映了發展商因為歐美經濟不景 前景不明朗 所以對於巨額投資是相對審慎的 超過幾十億元那些 出價是慢一些 每口叫價的時間是要多些時間 我們具體看看 西貢將軍澳66A區 這塊地皮是比較大一些 有144000多呎 總共的樓面可以升到79萬多呎 而今次由新地 以31.2億元 平均樓面呎價3900多元 是買到的 這個價格和市前 是測量界的股值 這個價錢都是低的 4000元都不到 是最保守的估計 其實都稍高於這個價格 那是否說發展商是表現得很保守呢 是體探後市呢 我又覺得未必 為什麼呢 3,900元 去到4000元 這個也不算很低的數字 只不過總銀碼 去到三十多億的時間 仍然是比較巨大的投資 新同基買到 他的競爭對手 可能都計算那個投地的價錢的時間 是相對大家 是要加入一些保險的審慎的考慮 而最後才出到這個價錢 其實呢 同一時間 新地和長城 在中國區都有新的項目推出的 所以呢 如果那個地價賣得頑皮 也都可能會對這些新本推出有影響 無論怎樣 這個都是一個信心的支持 因為張根澳這個市中心 將來還有六七塊地要推出來 而這一塊地 也都是有機會連結了人後 推出來的地塊的快捷發展 可以一期一期做下去 所以其實呢 本身也都有多多少少的戰略性意義 這個也是香港核心新市鎮 普羅居民所選擇居住的地方 那這一塊地的成績 可能也都顯示了 是法治商仍然是對這些的住宅 是有信心的 不過銀碼大一點 歐美經濟近期呢 尤其是歐洲 歐洲 歐洲 歐盟國家 主權債務 那一處 的確是未曾解決的 所以令大家擔心一點 我們看看 元朗白石 元朗丹桂村這塊地 它12萬呎 鬆一點的地皮 是做一倍的 但是也是限定的 單位數目 最少不少於170個單位 而平均的呎數 700呎 鬆一點 中型單位 但是呢 這塊地呢 出現了幾十口 差不多一百口價 這麼激烈 這個呢 一來就反映了 它的地價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 3.6元左右 平均樓面赤價是不到3,000元 2,900多 那這個價值 如果 那一較早時候 元朗牛潭 牛潭尾拍攝6,000多 那個價值 當然這個價值 一半這麼多都沒有 但是 不要忘記 果算牛潭尾是可能做別水木 而這一邊呢 雖然是 叫做 密度都低一點 都是一倍 但是又限赤 變成 做出來的單位 不能夠很豪華 那這類的單位 由回它的市價 那麼 拍賣官呢 在 比較早的時間 將那個會口叫價 是減到一百萬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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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的確是引起了 發展商不斷競投的興趣 所以 是爭賜得好 最後出現兩熊 雙爭 難分難解 到最後 就是由百尼堡買到 那麼 這個呢 其實也都反映了 是 世銀馬這個地 其實 發展商的需求是有在說 而且表現得很強烈的 那或者拍賣官的叫價 減價的 調節 這也是一個技巧 最後 還有西貢白石窩 白石窩這塊地 就不算大 25800多呎 就建的樓面 1200呎 低密度的發展 看來也都 可以做到四至五間別水屋 左右 拍出來 平均樓面 赤價都超過一萬元 超過一萬元 其實也都反映了 對西貢區別水屋 那個後市的信心在說 鏡頭也都不錯 相當激烈 總結來說 在這段時間 大銀馬幾十億的投資 大家都審慎一點 而發展商對於一些 比較銀馬小的 住宅用地的需求 仍然是非常強勁 補充土地 儲備的意義很強 或者這個也可以 給政府參考一下 日後推地的時間 是否推多些 比較小的地皮應市 這個也會收到市場 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今天談到這裡